第四題考的是所謂的資料處理的部分 那當然還想要回歸直線 然後是副相關 請找出來相關係數最小的選項 那第一件事情就像剛才我說的 因為這個單元通常在考公式比較多 就是公式的應用比較多 所以你應該把公式線拿起上去 首先第一個那個回歸直線裡面 它跟相關係數有什麼關係 好 我們回歸直線公式 不是Y-Y bar等於M乘上X-X bar 還記得嗎 這個Y bar跟X bar是什麼東西 就是Y跟X的什麼 算數平均數 然後那個M就是我的什麼東西 邪律對不對 所以是邪律跟相關係數有關 所以請問你邪律點多少 邪律這個邪律 你要把插上去 它等於R乘上 rho x 分之 rho y OK 這個R是什麼 就是相關係數 rho x 分之rho y 就是他們的X跟Y是什麼 標準X 標準X吧 對不對 所以你要大概把標準X 拉進來講 OK 好 那這個題目呢 它講的 它說 下面這四個答案裡面 他們的回歸直線都一樣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的邪律都怎樣 會一樣 對不對 而且是負相關 既然是負相關 代表你的R是負的 所以你的邪律呢 應該是負的吧 會啦 因為R是負的 那rho x 分之rho y 你跟我講 先講 rho x 分之rho y 一定是正的 為什麼 因為標準X是什麼東西 是把變異數開根號 對不對 怎麼可能開根號還變負的 對不對 所以你的rho x 分之rho y 肯定是正的 懂我講的意思啦 所以會決定 因為這個m的負是由r來決定的 這樣子 會啦 那它說找相關係數最小的選項 好 那時候我們就利用這個題目來找這個 利用這個事實 去找出來五個案的結果 因為我現在慢慢告訴你 怎麼去想到它怎麼算 好 那所以請問R等到什麼 R 移過去對不對 可以交換一下 它等 m 乘上 rho y 分之rho x 對不對 就是你把這個部分移過來就好了 這邊搞錯了 會啦 那第一個 這個m是負的 而且它這五個答案 大家都m都是一樣負的 然後rho x 分之rho y呢 x呢 也會一樣 你怎麼知道x會一樣 你看這裡都是235 235 它的五個答案裡面的 x的值都是235 對不對 所以代表他們的每一個的什麼東西 算數平均數 然後那個什麼 比差平方和 變異數 標準x 都應該會一樣 為什麼 因為數據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你rho x 需要用考慮 大家都一樣 所以比是比誰 比也是rho y 那因為他說 請找出相關係數最小的 這是負的嘛 所以請問你 誰可以決定 rho y怎麼樣 會決定R的大小 rho y如果怎樣 越小 rho y是在分母 這裡說分母越小 我這個值應該會怎樣 越大 可是因為我加了負號以後 就把它變小了 好想清楚這件事情 否則你答案會不會找錯 我再講一遍 rho y 因為它在分母 所以呢 越小的話 其實這個整個值是越大 但是因為m是負的 所以反而負的越大 反而又越小 所以我在說rho y 越小 我的r怎樣 會越小 而不是越大 因為它雖然在分母 要看今天加個數好 所以我找上rho y 越小越好 會啦 好 那rho y 怎麼找 它不就是什麼心 禮差平方核嗎 就是 每個數y i 減掉 y bar 的平方 然後點點點點對不對 然後最後出一個那個3 啊出3就不用寫了 對 因為個數有3個嘛 那個個數大概用沒有寫 所以要比是比這個 比差平方核的結果 越小的 越集中 就越集中 越集中呢 我的相關性 那個什麼 我的這個整個結果是越大 加上乍到這個法 就變成 越小的 這樣聽懂了 那你看誰要集中 第一個 如果你共猜那個y 很好玩 1 1 3 1 32 跟573 跟9 1 1 5 跟7 4 4 你知道它們什麼共同計 你知道嗎 加起來就是15 它們加起來就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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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那個數字的那個關聯性 加起來就是15 所以換句話說 這5個東西的那個算數平均數 都是一樣 都是15除以3 都是5 對不對 因為總和是5嘛 總和是15嘛 除以3嘛 所以它的算數平均數是15 對不對 所以外的算數平均數是15 代表我們離5越近的 我的離差平方核就會越小 我的R1就會越小 我的R就會越小 我的R就會越小 所以我總是離5越少的 越近的越好 所以其實你也不用去換什麼平方 不用 你看它比例上面 你看這邊 7跟5是不是差2 5跟4差1差1對不對 其他的話你看這個 13跟5的話差很多 至少差的快8 對不對 所以離5越近的 就是越 它的那個什麼 標準差就越小 其實上是說 相關性是越高的 可是因為這樣負號以後 相關係數反而越小 反而越小 所以答案選誰 答案是選 1這個 5這個答案 聽懂嗎 會啦 OK 可以 好